首先在《洩律人傳》這些經文是講到洗禮的意義 其中一些經文,不是全部,是某些經文 一些重要的經文 《洩律人傳》二十二章十六節 阿拉利亞和保羅說 《起來求告他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這裡是講到受洗的時候是求告主的名受洗,又洗去你的罪 這裡講到受洗的時候不只是一個行動 即是信心,求告神,呼求神,信靠神 求告他的名,而受洗,洗去你的罪 這裡講到兩個行動,一個行動是什麼呢? 求告,即是包括信靠和呼求 即是包括一個意思是信靠呼求 然後受洗這個行動,然後洗去你的罪 一個後果,洗去你的罪 通常這個事跟什麼有關呢? 洗是跟水有關的,通常用水洗 所以這裡呢,受洗,洗去你的罪 所以這裡講給我們聽,受洗是有這個卸罪的恩典 但因為呢,有很多人就反對天主教的看法 我說這個不是天主教的看法來的 因為天主教的看法跟我們是有分別的 我們就強調是一定在信心裏面受洗 而聖經是有的而且確講到洗去你的罪 但有很多很多教會就因為怕是 好似同天主教,洗禮的禮儀有這個功效 於是呢,就不相信洗禮有這個功效 但是呢,聖經說了洗去你的罪 所以我們不可以否認 但是為什麼信耶穌射罪 為什麼又洗禮洗你的罪呢? 其實是用一個方法很容易明白的 就像浪子 當他回去他爸爸那裡的時候 他爸爸,他用很多的行動表達去接納他 他抱他,疼他,還有給了幾個禮物 也一定有跟他講話的 聖經就沒有記住他講什麼說話 可能他抱他,疼他的時候 兒子,你回來了,我很開心 即是可能這些說話 他沒有理由 聖經不是講每一句說話 即是沒有理由他回來 一句說話都沒有講 只會抱著他石 接著就拿一些禮物 接著呢,就去吃東西 就沒有東西講的 即是他一定有東西講 即是他用說話 表達他接納他兒子 也都用行動 那同樣,神為什麼不可以用行動呢? 因為有很多的教會以為 洗禮只是一個禮儀 所以他就覺得這個是一個禮儀 所以沒有功效 但如果當他想到這個是神所立的 一個聖禮 即是神用這個方法 表達告訴我 我洗禮的罪 這樣的時候呢 他就不會有困難 即是,我又會說是信主 這裡說求告他兒子的名 所以這裡說到他信主 因為他呼求神的名 受洗兩人的行動 那就洗祂的罪 所以我就不是說 你有信心 你洗禮都會卸罪 而是說 你一定是悔改信靠耶穌 由你受洗的時候 神用行動告訴他 你的罪得卸免 但其實 當人信主的時候 他會卸得卸免 那為什麼洗禮的時候 又卸得卸免呢? 其實我們卸罪是一生人的 即是一生都有卸罪 而且洗禮這個卸罪 是代表一個一生的卸罪 即是神一生都是卸免你的罪的意思 所以我並不是說 一個禮儀有功效 而是神使用這個 祂所立的方法 因為耶穌所立的方法 來表達神卸免我們的罪 第二個經文就是 馬虎方十六章十六節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必定罪 這裡說到信和受洗 這都是告訴我們 信加上受洗 叫我們得救 那為什麼祂要加受洗呢? 祂說信就得救 但是祂說信而受洗 這也可以說 就是加入神的藥裡面 一舊藥他們就用割禮 在新藥的時候就用洗禮 在這個藥 在神的藥裡面 所以信而受洗 即是信耶穌而在神的藥裡面 在神的天國有份 所以洗禮都可以捍衛 在天國有份 在神所立的藥 我們加入這個藥裡面 跟著呢 加太書三二十七節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 都是披戴基督了 這裡說到受洗歸入基督 是披戴 即是穿上 穿著耶穌 即是耶穌和你一起 聖經又說 你信主有耶穌內住 那為什麼洗禮又有耶穌住在那裡 所以我都是說 用行動 即是神用行動告訴你 我和你一起 即是洗禮的記號 在你身上 就是你有神和你一起的 《可樂西書》二章十二節 你們既受洗與他同埋葬 也就在此 與他一同復活 都因信那 叫他從死裡復活 神的功用 這裡說到受洗 又是和耶穌一起埋葬 然後和他一起復活 即是說 原來受洗 也是一個代表性 我們與主同死 跟著一起復活 一個死 就是我們的罪聖情死 然後跟著我們新的聖情 這樣聽 但是你說 受了洗之後 依然有罪聖情 這是一個代表性 我們已經是可以聖過聖情 靠耶穌可以聖過 所以這個受洗 代表就是 我們現在和耶穌一起死 我願意放下我自我 我靠著耶穌去得聖 接著《可樂當前書》十二章十三節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 是希臘人 是遺奴的 是自主的 都從一位聖靈受洗 成了一個身體 淫於一位聖靈 這裡所說 無論什麼人都好 我們都是從一位聖靈受洗 成了一個身體 淫於一位聖靈 就是說 我們受洗的時候 就成為基督的身體 所以受洗也是一個 加入神的家 和神的藥 所有的信徒 都在神的家 神的藥裡面 成為一個身體 淫於一位聖靈 就是繼續 跟神有關係 所以受洗也是 加入神的藥裡面 加入神的家裡面 都是神 基本上 受洗就是一個 神用行動 將他一切的恩典 放在人身上 所以一個人 真信耶穌的時候 他是可以接受洗禮的 但是因為 有很多中派 對於 就是因為反對天教 就變了 將這些所有的代表性 都拿走 就是說 受洗就是一個 有些人說 是一個見證 其實聖經是沒有一句 這樣說 不過可以是見證 就是在眾人面前見證 也有些就是 予主同死同活 這是聖經有說的 但是其他經文 他們就好像覺得 害怕說出他的功效 但是聖經的確是 死來求告他 明受洗 洗去一切的罪 我給大家明白 這個聖經裡面 講到洗禮的意義 其實還有其他經文 在洗禮的確保 導演